我现在身处的就是埃及摘月十日程铁路的始发站阿德利曼苏尔站 这里是埃及也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铁路换乘站 那么摘月十日程铁路作为中埃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 也是中国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走进埃及的第一个项目 可以说这条铁路中国元素满满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吧 你好 斯马 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会中文的埃铁的工作人员 来跟我们一起体验这条铁路 那斯马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因为我进到这个车站里面感觉很熟悉 就很像我们中国的地铁的车站 或者是一些成继铁路的车站 那这样有哪一些中国元素呢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是的 可以 是因为所有的这个车站设计是中国团队做的 然后包括所有的设备 比如说AFC设备 TVM的 还有卖票的 还有通信的通信设备也是中国的 包括电腐梯都是中国的 社工上面的是埃及分包商 这个是双方合作 作为埃及首条电气化铁路 摘月时日程铁路连接开罗 新行政首都摘月时日程等重要城市 全长70公里 设计最高时速120公里 列车还根据当地运营环境定制了沙漠专用配件 那斯马我现在感觉就坐在这个车里面很凉爽很舒适 一点都没有这种外面的高温酷暑的感觉 那其实除了这个空调还有哪一些 外面那个温度也是38度 所以这个玻璃是双层 还有这个也可以拉 如果太晒了 对如果太晒的话可以拉下来 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那种列车上的这样的还不一样 它是完全是密闭的 这样一拉下来之后感觉就两块了很多 对 作为埃及目前规模最大 覆盖范围最广行驶速度最快的轨道交通工程 摘月十日程铁路不仅为埃及带来了强大的交通运输能力 也将对埃及的经济改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首都要坐车要两个多小时 现在可以一个多小时左右 所以感觉这个为了老百姓比较方便的 新首都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现在坐轻轨非常快 价格也很便宜 到新开罗只要15爱棒 而且采用的是绿色能源 真的非常感谢中国帮我们修了这条铁路 我们与中国建设方合作非常愉快 他们在前期设计建设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目前运行非常顺畅 可以满足沿线近500万居民出行需求 为保证项目开通后顺利长期运营 程建方中航国际 还与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设立订单班 为埃及培养运为专业人员 目前已有87名留学生 在中国完成两年学业后回国 镜头中的这位项目维保调度负责人谢诺 就是其中一员 埃及没有铁路专业 这又是第一条的电气化铁路 而且是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 所以我们要去中国学习丰富的经验 比如车辆系统信号供电等等 回到埃及 我也把我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和经验 传授给更多的埃及同事 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之前 谢诺是一名摄影师 与他一样 首批订单班的学员们 大多数都是二次就业 如今会中文懂技术的他们 不仅成为了埃及铁路运维领域的骨干 也找到了各自人生的新方向 现在我是一名铁路工作人员 也组建了家庭 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份工作数字更高 更稳定 更有前途 如今 我在为自己 爱的事业 为自己的家庭 我很开心 非洲第一高楼 非洲规模最大 技术水平最高的水泥生产集群 非洲最大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非洲首个具备完成卫星总装 集成和测试能力的国家 近年来 埃及拥有的这一系列 非洲第一 正是中埃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的十大石 沉甸甸的发展成果 十年来 中埃两国大型合作项目 超过200个 分布在基础设施 能源等诸多领域 而在埃及民众的心中 一带一路 不仅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更是一条民心相通 造福人民之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非对口合作机制下 我们与中国开展了 全方位多领域的医疗合作 在我看来 一带一路倡议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 就是帮助了埃及民众 让他们少受痛苦 重获健康 一带一路给埃及 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为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 提供了很多的经济 文化 前进道路上的借鉴 一带一路对我来说 是同一条道路 也是同一个梦想 因为它给我带来了 更好的生活 我爱中国 民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